女性朋友一生當中 罹患重度憂鬱的機率是25% 男性則是15% 比例這麼的高 究竟要怎麼樣讓自己變得快樂呢 其實是有秘訣的 今天非常高興為您邀請到 花蓮玉璃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孔凡錦孔醫師來到節目當中 孔醫師你好 主持人早 各位觀眾大家早 孔醫師如果初步了解一下 憂鬱症之後 其實它是有治療方法的 有哪些方法可以提供給大家來參考 最重要的原則就是 希望你能夠建立自己的支持系統 第二就是能夠走出去 然後把你的心事說出來 所謂的支持系統 最貼身的就是你的家人 其次像你的朋友們 你的同事 同鄉 同學 同梯 有相同是好的 同社團 對… 有些人會尋求宗教的支持 那些都是非常好的 建立你的支持系統之後 接著你要習慣把你的心事說出來 不管有多少的苦楚 你不要自己去扛 對 因為台灣人都比較愛面子一些 有些人會覺得說 自己的困難 自己的失敗 我就自己來解決 但是醫生說其實不建議這麼做 你還是要勇敢說出來就是了 東方的文化是比較講究內斂 比較不鼓勵說自己 把自己的心事說出來 但是其實對健康不太有利 對 是 那也是除了就是建立所謂的支持系統 那麼如果用吃藥的方式 應該也是可以治療憂鬱症對不對 吃藥的話能夠事半功倍 但是不一定要吃藥 首先像我剛剛講建立支持系統 然後把心事說出來 還有走出去 就在行動上面 你不要天天窩在家裡 自怨自愛 躺在床上 然後就… 這樣病也不會好 以淚洗滅 這樣不行 你要走出去 接觸大自然 就是陽光參加一些活動 到戶外走走 心情也需要光合作用 這些都有幫助 是 但是如果從平常生活當中 你要特別注意 如果不想吃藥的話 其實看到有很多方法 比如說早睡早起 就生活規律 剛剛醫生也有講說 擴大自己的生活權 另外如果吃藥的話 或許也可以得到一些治療 但是好像有一些 另類的療法 醫生好像也可以 推薦大家來使用對不對 另類療法意思就是說 它還沒有進入主流 就是說像我們衛生署 可能還沒有合可這些療法 但是坊間有許多人 在推這個另類療法 我個人是不會說刻意去反對 什麼什麼另類療法 但是說真的是尋求這個治療的話 要注意那個投資 也成本效益 成本效益 如果花費要接近 要破萬的話 你就要說這麼做 到底成效何在 因為其實正規的療法 在現在健保制度下是非常便宜的 而且是已經證明非常地有效 所以在尋求另類療法之前 應該先給正規的醫師看過 而且嘗試過這些療法之後 然後自己要做一個審慎的考慮 是 但是醫生也有很好奇說 那到底什麼是另類的療法 是除了吃藥之外的一些方法嗎 另類療法大概分成三大類 第一類就是跟你身體接觸有關 像針灸 推拿 按摩 針疾 就是會跟你身體有接觸 比較偏中醫那邊的一個治療法 第二類就是你要吃些什麼 像養生食品 排毒 抗過敏 自然療法等等 第三類的話是接近有一些 身心療法 像是冥想 方療 方香療法 等等的 有些會提到說氣功 順勢療法等等 這些都有他們自己的理論基礎 但是多半是用個案來見證 而不是大規模統計有效的實證 像見證跟實證還是有一些差距 是 剛剛醫生提到氣功 但是如果像同理可證的話 是不是說我如果多運動 其實也可以治療這樣的憂鬱症 運動絕對有幫助 像這樣走出去 走出去要做些什麼 有一個鐵人三項活動 這三種活動都非常好 游泳 騎單車 還有跑步 如果跑不動的話可以用散步來取代 只要這樣做瑜伽 做一些伸展運動的話都是非常好 是 萬一真的不幸罹患的 這樣的一個憂鬱症 治癒的方法很多 一定要好好配合醫師的建議 譬如說吃藥 多出去走走 多運動 相信憂鬱症很快就會痊癒 今天非常謝謝醫師來到節目當中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謝謝